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英水孝 第五百五十章 一步登天的英水仙城 静观还在主持丹药道大笔 但胡真宇已经把墨无忌的信息全发回了丹道先盟总部 他要求总部以最快的速度插出紫人跟角 以胡真宇的眼光 岂能看不出来墨无忌将来只要不陨落 那必定是丹地的存在 丹道先盟缺少新鲜血液 有这样一个潜在丹地被他发现 他有如何可能放过呢 名次显示了二三十个之后 墨无忌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 他发现这显示出来的丹师 尽管有很多都是炼制六品仙丹的 但那承丹率实在是有些残不忍睹 一般都是中等和下等的丹药 而且不要说是满丹 三分之一的都较少 极少数想炼制较难的六品仙丹的丹师 基本上都只能得到两三枚的下等丹 墨无忌很快就明白了原因 倒不是说这丹师不行 而是这火焰着实不行 这里的火焰限制了在场丹师的发挥 本来可以出丹六枚 因为火焰的限制 结果只能出丹一枚到两枚 而且橙色还不敢恭维 墨无忌心中暗道 这次丹药到大笔 对他来说倒的确是占尽了先天优势 他对火焰不挑 好的火焰承担更快 丹的橙色更好 坏的火焰他也可以炼制 虽然有一定的影响 但却不至于和别的丹师一样 最后失败 阵发显示屏上的丹师名字 墨无忌几乎都不认识 他也并不想知道这些人是谁 他只希望自己的名字 出现在五十名之内 只要在五十名之内 他就成功了 名次显示阵上的排名 很快就到了第五十一名 参赛先成 中先成 赤地先成 参赛丹师 废告 炼制丹药 六品先丹 先林丹 成丹八美 四眉上等 四眉中等 得分 七十一并三一五 见第五十一名还不是自己的名字 墨无忌的心彻底安定下来 他知道自己提定晋级前五十了 第一轮第一 第二轮就算是第五十 他也绝对是前五十无疑 这废告 墨无忌倒是有印象 在第一轮比赛里 这家伙得到了第六的好名字 没想到 这家伙提炼药液倒是可以 炼制其丹药来 却差了这么多 别看这家伙第一轮得到了第六 因为这一轮 他没有进入前五十 最后算总分 他真的不一定能够进入前五十 第一轮提炼药液 大家分差极小 就算是第六和第一百名 也不过是相差一分多些而已 其实按照这种赛制和打分制度 一般不出意外的话 第二轮的前五十 基本上都是总分的前五十 此刻第五十名也出来了 参赛先成 上先成 普罗先成 参赛丹师 文成步 炼制丹药 六匹先丹 剑气列宇丹 承丹六枚 五枚上等 乙枚中等 得分 七十三并五二一 这分数一出来 莫无忌就知道 在第一轮得到第六的废告被淘汰了 这个文成步在第一轮得分 还在旁边的显示屏上 九十一并四六一 尽管在第一轮 文成步没有进入前五十 但他在总分上 依然超过了废告 文成步都得了七十三分还多 可见后面的名次 废告是更加难以追赶 果然 第四十九名的分数 超过了七十五分 废告看见这个分数出来 也是叹了一口气 低着头坐了下来 只差一点点 他就可以进入前五十 而这一点 就是难以逾越 在得知自己稳进前五十之后 莫无忌反倒并不在意了 他也坐了下来 开始闭目养神 同时考虑着 进入蕴仙仙谷 得到了鸣心神花之后 应该如何离开涌莹仙玉 在第五十名出来以后 还没有看见莫无忌的名字 鹰水仙城的城主温侯 再也忍不住了 激动地站了起来 从成为鹰水仙城城主以来 他从未想过 鹰水仙城有天可以晋级中仙城 而此时的鹰水仙城 贴定晋级中仙城了 差的只是这第二轮名次闲事罢了 尹青灵抓住了温侯的手 让他坐下来 只有他最能体会自己丈夫的心情 从永鹰仙玉丹药道大笔开始 温侯就心若犹奸 他比谁都清楚 一旦鹰水仙城在丹药道大笔中失败 沦为附属仙城 那后果会是如何凄惨 所以从丹道大笔宣布之后 他就四处寻找丹师参加比赛 女儿莲西之所以跑到永鹰角去寻找参赛的丹师 一样是因为知道父亲的心交 可惜的是 除了他的老朋友梁坦 他鹰水仙城 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丹师 有些事情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就在温侯放弃了丹药道大笔的时候 女儿却为鹰水仙城 找来了这么一个逆天的丹师 不但第一轮第一 第二轮也是稳尽前五十 鹰水仙城有了这样的成绩 哪里还会考虑轮不轮为附属仙城 作为鹰水仙城的城主温侯 现在考虑的 应该是鹰水仙城进及中仙城之后的繁琐事务 如果说广场上除了温侯一家机动不移之外 那另外一个机动不移的自然就属林姑了 林姑之所以邀请莫无忌 一个是因为他不认识更厉害的丹王 二个是他知道莫无忌是四品尊级丹王 现在两轮比赛尚未结束 林姑就知道他没有选错 莫无忌居然在第一轮赢过了丹帝 这种逆天的存在 说不得真的可以让他的母亲康复 莫无忌不关心名次显示镇平 别的秀士可是紧紧盯着 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想知道 莫无忌在第二轮又排到了地级 莫无忌第二轮炼制的是五品仙丹 虽然是五品仙丹中最珍贵的丹药之一 但是五品就是五品 和六品仙丹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果一个五品仙丹都可以拿到前面的名字 那就更会让人怀疑莫无忌的成绩是不是真的 阵法显示屏上的名字很快就到了第六名 参赛仙丹 上仙丹平义仙丹 参赛丹师六条 炼制丹药 六品仙丹黄玉丹 成丹十一枚 十枚上等一枚中等 得分八十七并七六二 第五名 参赛仙丹下仙丹应水仙丹 参赛丹师莫兴和 炼制丹药 五品仙丹 敌仙大志丹 满丹 十二枚特等 得分九十并零零零 这名词一出来 众人更是哗然 但这回却没有人觉得有假 因为炼制的丹药就在这 这根本就做不了假 只要有人有疑问 马上就会有人把丹药拿出来 向大家公示 而且一些知情人还清楚 第二轮比赛完毕 等总分统计出来之后 前五十名炼制的丹药 将会去掉禁制 让众人用神念任意观察 这第二轮丹药到大笔 五品仙丹得了九十分 这是一个极致 也就是说 只要你炼制的是五品仙丹 你最多只能得到九十分 莫无忌将敌仙大志丹 能得的分数 全都得到了 这岂止是惊人 恭喜温侯老弟啊 以后你也是我们上仙城中的一员了 有空多去我陆运仙城坐坐 在莫无忌分数刚刚出来的时候 陆运仙城城主就主动过来 和温侯打起了招呼 莫无忌这逆天的丹药 居然和英水仙城有关系 不要说英水仙城将来是上仙城 哪怕不是上仙城 他也要通过温侯和莫无忌拉上关系 在陆运仙城之后 各大上仙城中仙城城主 都满脸堆笑的过来 和温侯打起了招呼 神态语气都是客气到了极致 和之前简单招呼一下不同 这次莫无忌铁定进入前五之后 那些热情的城主 就像是大家本就相识多年一样 温侯尽管满脸堆笑 可他一直是晕晕乎乎的 什么时候他一个英水仙城城主 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以前咏莺仙语各大仙城的城主聚会 他也有幸参加过一两次 别看他在英水仙城是城主 可在那种仙城城主聚会上 他也只能锁在边角 偶尔陪着笑脸和人说上几句 人家也是待理不理 现在好了 上仙城的城主主动上前 客气有加地打招呼 而中仙城和下仙城的城主 有一些在过来续话的时候 甚至带上了谦卑的姿态 从巨大的幸福和被尊重中清醒过来 温侯更加明白 这一切不是他自己挣来的 而是赛台上那个年轻的不像话的丹师带来的 名次阵发显示屏上显示出了第四名 上仙城摆定仙城 邝之谣 炼制六品仙丹 蓝须子丹 满丹 一枚特等 九枚上等 二枚中等 九十一 并五四九分 蓝须子丹算是非常难以炼制的一种六品仙丹了 邝之谣 能把蓝须子丹炼制出满丹来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能得这么高的分算是很公平 第三名 中仙城 圣离仙城 吴允生 炼制丹药 六品仙丹 兵破天臣丹 满丹 三枚特等 九枚上等 得分 九十三 并三二 第二名 上仙城 陆杰仙城 参赛丹师 恒俊 炼制丹药 六品仙丹 黄玉丹 满丹 九枚特等 三枚上等 得分九十五 并四一三 第一名 上仙城 九光仙城 参赛丹师 公阳学 炼制丹药 六品仙丹 九曲精神丹 满丹 六枚特等 六枚上等 得分九十七 并三三九 不朽凡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大概 sage 百心 百心 万 百心 百心 股 百心